墾丁玩很大的時候 助理突然間衝過來 拿了電話說 Sandy打電話給你 而且是 幾乎是攝影機還對著我的時候 我的人生幾乎都在攝影機底下工作 如果16歲 唱民歌 開始 算是在這個行當裡面 這樣一表演也40幾年 幾乎沒有離開過 所有大小事 都是發生在我工作當中 然後 拿到的一個電話是告訴我說 你要不要 跟阿公 最後講一些話 所以我在墾丁看著大海的那個 那個咖啡廳應該是 我們錄完一段 非常歡樂 沒有 快跑啊 然後在那裡拍這些東西 心裡面確實是白膽交集的 然後 也跟阿公 最後講了一些話 對 但是他那個時候 已經只剩下呼吸器 得就維持了 基本上 就沒有了這樣 但是 我知道他要跟我說的每一句話 因為 所以 我是他 最疼愛的一個小兒子 那 阿公的這一生裡面 全部都做得很好 他沒有欠任何一個人 一毛錢 幫助過的人太多了 然後 我願意用最真心的角度 去對待每一個人 我40歲的時候 阿公跟我講了一句話 他說 兒子 你知道 爸爸這一輩子 最驕傲的是什麼 我說 最驕傲的是什麼 他說 我沒有對不起 任何一個朋友 我沒有害過任何一個人 我根本沒有任何 做過不對的事情 要抓去關 要幹嘛 要進警察去 我從來沒有過 我心裡想 蛤 你的人生就這麼簡單嗎 這個有什麼好偉大 我40歲 41歲 42歲 隨著年齡慢慢增長以後 才知道 要做到 永遠沒有對不起別人 這個有多難 所以我也 很勇敢的 對我天上的父親說 你兒子也是一樣 我只是嘴巴見 我這一生沒有對不起過 任何一個人 我要跟我爸爸說 爸爸我做到了 然後 墾丁的隔天 我們還要錄一天的 玩很大 後來就決定趕快 我跟製作人商量一下 少路一天 可不可以 他說 趕快這個時候就是要先回來 我說好 我就 從墾丁 然後到 左營 然後搭了高鐵 趕回來 已經非常晚了 然後沒有辦法再 去看爸爸 但是我在高鐵上做了一個夢 就突然間 哇 在高鐵的聲音裡面太累了 就睡著了 突然間 看見爸爸的面孔 就在那邊 跟我講 你看嘛 我不是跟你講嗎 不要幫我插一個管 不要什麼鼻胃管 插一個什麼氣切什麼 你看這樣多舒服 要吃什麼 我都可以吃什麼 我要去哪裡 我就去哪裡 我跟你一樣啊 我就是一個 風一樣的男子啊 你看我現在吃得很舒服 很快樂 就罵我 跟你講了 你就不聽 我就不要弄這些 你這個 這裡還開一個洞 幹什麼 後來 我就跟他講 我說爸爸 你 告訴我們這個不可以 這個不能動 這個不行 但是為人子女 我全部都 整套的 我全部都要幫你做 應該要怎麼做的 我們 全部都要 他說 他說 你不是有安養中心嗎 你能不能把我送到安養院 老人院都可以啊 我說 你喜歡講 我就讓你講 但是我能做的 我一個都不能做 我一個都不能做 我願意把你養在身邊 養到120歲都可以 所以 我們都有心理準備 我們也知道 天人五衰 沒有人可以避免 但是 也告訴 所有為人子女的 愛要及時 阿公現在 你要想 要給他什麼最好的 他現在享用不到了 但是 他心裡面 永遠都知道 他這一生 是多幸福 多快樂